大家好,我是Haddy 今天就想拍一條小小的shopping haul片 最近很想買toe bag 當然最多人搬是Dior幾萬元的 然後今年大熱身出Chloe小姿女必備 都要五千多元 因為我自己比較小的袋 很少拿這麼大的toe bag 我就覺得不捨得 我就找到微之類之選 Muji的15元 我想買很久了 有朋友每次外出都會幫我看 然後我男朋友就聲稱他會出去 他家附近Muji幫我找 但我沒聽過他真的去過 所以我自己就親身去Muji找 結果是找不到 所以大家呢 這條影片絕對不是那個toe bag的開箱片 但是找不到袋子 不小心呢 女人真的不要亂逛街 我就買了一大袋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我這個 意外的Muji Shopping Haul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老規矩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消息 便宜漂亮正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開箱了 雖然今次去Muji 找不到我想買那個15元 佛心甲toe bag 但我想買袋子的意肉 實在太高昂了 所以我也看中了一個小袋子 就是這個 一個小小的手提袋 它是125元 雖然就貴很多倍 但是呢 它真的質地厚實很多很多 是覺得可接受的價格範圍 而且都值得的 大家近距離可以看到 它的手提袋非常實正 然後袋子表面 就是有一點點麻布 麻繩織出來的 有些灰色、啡色、米色 裡面就套了一層布 有一個小小的袋子 那就沒有其他間隔了 你看到它其實不是很大 但是容量好像黑洞一樣大 可以放到相機、一個小的腳架 電話、充電器 所有外出要用的東西 都塞進去就可以了 而且你不需要擔心東西太重 它會弱了 或者容易爛 因為它是非常厚實 很實正 而且它是Made in India 這個東西我都覺得蠻特別 所以125元也不算很貴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非常輕巧 它是化妝掃收納袋 裡面有三大格 但是如果你的化妝掃是眼影掃 比較細、比較幼 其實一格都可以放到幾支 然後上面是一個好像很專業的 一個膠保護著掃 沒有那麼容易黏層 亦都可以保持著那些形狀 是沒有那麼容易開叉 那最近大家可能都會多出時間 如果帶化妝品 那些化妝掃就不要就這樣放在袋子裡 因為它們很容易黏到不同的化妝品 然後顏色 譬如胭脂掃 你黏了啡色的眼影粉 就很麻煩的了 所以它也很便宜 35元而已 值得去買 它是尼龍質地的 所以也是會防水 如果你的袋子裡面有什麼事 倒催水、下雨、袋子濕透 都不用怕影響到化妝掃 那它就是越南製造 來到第三樣東西 真的非常之好用 我本身已經有一個 但是比我用到很髒和很殘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展示出來 直接買一個新的用來替代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小的收納盒子 一罐無印簡藥風格的磨砂盒子 它是最小最小的尺寸 通常我外出不計帶著chopper的時候 九成時間都是揹小袋 你也知道小袋的面積就很有限 所以放些什麼都要精挑細選 真的不小心帶多了一點東西 或者那樣東西的提積大一點 袋子就關不下去了 你不要看它的盒子這麼小 它裡面是可以放到很多東西的 那我試試塞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是完全關緊的狀態 一打開它 大家就會看到有一隻礦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帶多一隻後備外出 然後裡面呢 你會看到有很多隻頂夾 還有一些橡筋 還有三隻耳環在裡面 大家都應該很明白裡面放的東西 是不可以直接放在袋子裡 因為要找起來是完全找不到的 然後平時可能要用一個袋子裝著 又有拉鍊 又等等 就比較厚一點 比較buky一點的 這個盒子真的很輕便 所以我也很推介大家 一個8元的盒子 它是越南做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無印的化妝品 這個是眉筆眉粉二合一的 它的售價是100元 而我看中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兩邊都可以分別去買補充妝 兩邊的補充妝呢 我記得價錢都是大約5-60元而已 都挺合理 還有好像環保一點的感覺 這一邊就是眉粉來的 它是一個海面頭 然後粉就在蓋子裡 然後另一邊就是一個扭出來的眉筆 眉筆要換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拆出來的 筆心是比較扁的橢圓型 我買的是啡色 眉筆是比較硬的 不是一些軟的納質 畫出來也有顏色 有一點點灰灰的啡 而眉粉那邊也挺容易上色 而且顏色也不會太深 暫時對它的第一印象是挺好的 而且很方便外出補妝 有眉筆和眉粉 希望它會好用 然後就是一些小廚糧系列 我最喜歡在無印買 就是這個青咖喱的輕便包 給大家看看 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就有青咖喱的底部 只要你把你想吃的材料加進去煮 就已經成為一個很不錯的青咖喱 所以我經常都會買的 一大包這個是椰奶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香葉 還有一包青咖喱醬 還有一包小魚露 超香 隔著包裝也有大股咖喱味 還有很容易煮 它後面有教你怎樣煮 然後它的步驟 真的二十分鐘就已經吃到一個很不錯的青咖喱 所以懶人必備 然後我就買了這兩款的日式調味料 當時做買一送一我馬上掃回來 它們都不是大家很熟悉的 所以跟大家講解一下我自己的用法 這一包應該是鹽菊 它比起我們平常吃的鹽 煮出來的東西是更加有層次 味道更加溫和 還有它做的過程裡面是經過一些發酵的程序 所以用來醃肉是可以令肉更加軟的 我很喜歡用這一類型的日本調味料 另外就有這個是醬油菊 也是菊字來的 這款可以用來醃肉 然後再加上其他煮 再加點水蚊就非常好吃 是一個百搭 好吃 可以騙人 但是有很簡單的一種調味醃醬 給大家看看 其實不只是無印才能買得到 一些日式的超市 例如Ion、Peter或Donkey都會找到類似的產品 不過就不是這個包裝 而且我這次看到買一送一才會馬上掃 有時候是瓶裝的 有時候是包裝的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 不一定是無印才能做到這個效果和這個味道 我覺得差不多 以上就是今次我在無印買了的東西 其實我應該很快要再去一次 因為我原本以為剩下很多 但剛剛檢查 剩下那麼多就是我的無印濕敷化妝棉 還有我的化妝水也剩下很少 不過這個暫時未必回購 除非它減價或者我突然很掛念它 因為我想先清掉家裡的通牙 還有希望15元和20元 兩個不同尺寸的toe bag 快點回貨吧 我就馬上衝出去 大家記住通知我 如果大家有什麼無印 覺得必買、很實用、很抵用、很喜歡的東西 記得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 記得要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傳幾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星期三、星期十二時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